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呢跟昨天很像 還是一樣這個白天晴朗 這個下午有午後的雷震雨 要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一波封面就在這個地方 這波封面呢動的還蠻快的 慢慢慢慢一直往台灣這邊進逼 預計呢在這個明天的清晨就會接近到台灣北部 天氣就會開始轉變了 所以明天大家起來 穿著要跟今天不一樣喔 建議大家穿長袖 北部的朋友會 首先會感覺得到 那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有一波這個 午後的熱對流非常的強 在下午的時候 在這個北部的山區 你看事實上都有發展起來啦 那北部這一塊呢是最大的 事實上這個雨呢又來了又快 我們台灣話呢叫西北雨 不是說這個雨才西北邊來喔 是屍爆 像這個屍跟豹一樣這個勇猛 這個就跟國外喔 講是貓跟狗 像貓跟狗一樣那種貓狗語很像 我們西北雨可能比這個 塞巴虎比這個貓狗語還更傳神啦 未來的情況呢就看這個封面的 系統事實上明天通過台灣之後呢 會有一兩天的時間台灣都會受到這個封面系統的影響 天氣呢各地都會轉為有正雨的情況喔 那未來呢大概禮拜三之後這個封面呢會明顯的消散 不過台灣附近的水氣還是蠻多的 下個禮拜大概沒有像這個禮拜喔 下個禮拜 大致上是容易有雨的天氣請大家多留意了喔 那以整個流場來看的話 這兩天吹的偏東南風 但是各位看明天早上喔 各位醒來就是吹的偏北風了 而且東北季風的情況就南下 這個呢有顏色的地方表示風比較強的地方 會對台灣會有幾天喔 大概兩三天 都是從東北風然後東北偏東風 請大家留意了喔天氣可能跟這兩天 是不大一樣的開始有明顯的反差要注意的變化 那大概要到禮拜四禮拜五才會慢慢的緩和喔 所以未來的天氣下禮拜天氣是有一個有變化的 我們就先來看明天的天氣喔 其實明天 各位來看明天的變化很明顯的 慢慢的從西北邊來的這個 雲系會慢慢的增多首先是西北邊開始會有雨喔 明天早上西北邊 等於是從台北一直到新竹喔 台中這邊可能就會有雨是然後慢慢的後面的雲系 開始來 這個箭頭呢指的是這個 風的方向 然後有顏色雲色越多的表示會下雨 其實明天全台都有下雨的機會 當然西中部來說的話這邊就要看這個雲系怎麼去進來 事實上也有機會全台各地都會有雨是 所以未來呢明天幾天呢 中部你看溫度下降了 23到28度 南部呢是25到31度溫度就有點變化了 北部呢降的特別明顯 19到25度都是有雨的天氣 東部呢 從這個宜蘭花蓮到台東 23到30度 30度當然是台東啦 宜蘭呢可能跟北部一樣都只有25度 請大家多留意了 明天的整個環境 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 會下雨不是午後震雨 是屬於 這種風面的這個降雨 那有一點這個冷風的感覺 溫度就開始下滑 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喔 封面呢明天清晨就會接近到台灣了 請大家留意周一周二全台有 明顯的這個雨勢 那北風南下就留意這個溫差的變化 然後周三開始的慢慢轉喔 慢慢轉不是轉得很快喔 水氣很多 周三開始慢慢轉會又會轉為夏季的天氣 不過這不是很快慢慢的 請大家留意下禮拜天氣是容易有雨的 全台都要多留意一下